七部游戏 七段旅程 我们封印恶魔 延续出火 斩断不死 破除梦魇 最终在黄金树下 加冕为王 黑氧之魂3作为黑魂3部曲的完结之作 各方面系统的设计都达到了系列中的巅峰 魂3中近战武器的选择也更为丰富多样 可谓百花起发 欢迎来到本身的魂系列讲堂第70期 盘点和推荐黑暗之魂3中最强的近战武器 Top10 说到黑暗之魂3中纯蟒流派的指定武器 那么低周目新人指定轮椅 冰狗锤自然有其一席之地 击败冰狗和宙石大树后 即可在卢刀四处炼花获得 是除了重以外在低周目几乎无敌的一把武器 一手忍耐 拼血纯蟒 甚至可以无脑蟒穿三周目之前绝大多数的boss 缺点是高周目伤害严重不足 只能当作低周目的限定武器使用 到了高周目 如果难以割舍大锤带来的暴力快感的话 那么出自DLC2的雷多大锤也是不错的选择 极类武器在魂3中的存在感虽然不算很高 但却也是相当强力的武器分类 尤其是DLC2出品的两把戟 让极类武器的整体表现更加优秀 盖尔门口获取的狂王折枪是一把非常奇葩的武器 名为枪 动作有大锤 但实际是一把疏披戟 而伊尾级的竖皮动作 但R2和战机的动作 削刃和霸体均为大锤 力行不振 自带暗伤的同时还可以附魔 可谓是后期力行战时的终极武器之一 作为游戏中最强的一把炼成武器 猎容大斧即使在高周目 表现依旧不错 战机落雷为范围伤害 起手极快 且有强制击倒判定 不仅能把UC48拉在一起直接A掉 伤害拉满 还可以把修女无限连死 本身作为大斧 面板和正常平A动作也不弱 是一把使用体验非常优秀的武器 刚进入聚集地 即可在老奶奶处购买的半叶大刀 是DLC2中玩家们可以入手的第一把强力武器 作为一把力量向武器 拥有着超高的面板 厚重或者属性质变都十分契合 除了拥有传统树皮戟的优势之外 战机大风车可以无限连到空军 也可以接中击打出下批招式 简单暴力 很难让人不联想到 魂1中毁天灭地的关刀 特大剑作为魂3中最强的分类之一 有着数把可以竞争游戏中最强武器的特大剑 洛斯里克大剑自带雷伤 是敏捷信仰加点下最强的特大剑 纯敏锋利之变面板暴力 还可以覆没雷电剑进一步增加伤害 明星加点下雷制变 拥有着游戏中最高的雷伤面板 祝福制变则是其终极打开方式 可以说是全游戏中 唯一一把祝福制变后依旧极端暴力的武器 高周末使用非常舒服 带有雷伤 重击突刺 天克黑龙 是个人最喜欢的武器之一 配魂中的武器往往有一个特点 即武器长度和面板成反比 但巨剑则是一个例外 至今尖锋传奇的祖传巨剑 在每一代中表现均不弱 魂3中的巨剑更是表现亮眼 入手早 长度和面板均为特大剑中最高 厚重制变相当早熟 属性制变则更是暴力无比 高周末一手暗制变巨剑进门 能锤得武娘S爆炸 是最强特大剑 甚至最强武器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大曲剑这一分类 在黑魂3部曲中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在魂3中更是一举跃进了亲儿子行列 正是得益于入手及早又极端暴力的流放者大刀 厚重或者属性制变均为面板最高的大曲剑 拥有着特大剑级别的削刃和大剑级别的耗金 双持使用可以莽翻一周目的大多数场景 当然如果你觉得流放太短 那么出自DLC2的哈兰德大曲剑也是不错的替代 牺牲了一些面板来换取长度和颜值 战绩也同样十分暴力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把大曲剑 小曲剑在魂类游戏中一直是输出牌面 历代作品中的小曲都是DPS之王的有力竞争者 魂3中的佣兵双刀自然也是其中的佼佼者 敏捷加点下锋利之变搭配附魔 是全游戏中输出效率作为爆炸的存在 从一周末到八周末几乎可以做到通杀 虽然有着一定的使用门槛 但一旦熟练掌握实在是让人欲罢不能 前面介绍过几把不错的特大剑 均为魂3中最强特大剑的有力竞争者 但是如果比起亚斯特拉特大剑 它们的劣势就是少了一手绝活 主打战绩的亚特大拥有着离谱的对人形怪压制力 算准距离战绩起手同时按下重击 能够击倒大多数人形怪甚至boss 散好精力连续重击压起身 强如修女不死队叫枪这类人形boss 也只能被此此拿捏 这种不讲理的打法 有没有让你想起魂1的双手巨剑呢 同时作为一把特大剑 其重量极轻 面脉优秀 锋利和属性之边均十分实用 加上较早的入手时间 实际成为了一把几乎全期强势的武器 虽然之前介绍过不少强力武器 但各位不要忘记 黑眼之魂3又称直剑之魂 我曾经无数次的说过 如果要推荐魂3中最为实用和强力的武器组合 那么直剑中盾永远是我唯一的答案 魂3直剑横扫攻击的范围 削刃 速度以及伤害 几乎可以适配游戏中 所有周末的所有场景 高墙点击即送的扩建面板最高 游魂之变搭配附魔 是极限速杀盖尔的指定选择 属性之变后面板同样非常暴力 搭配盾牌的保护 可以拥有安全无痛的游戏体验 如果你觉得扩建太短 那么同样在高墙就能刷的落值 也是不错的选择 尤其适合属性之变 是高周末体验最好的武器之一 直剑之魂 尽情见证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各位盘点和推荐的 黑暗之魂3中最强的近战武器 Top10了 以上哪些是你的最爱呢 还是你有其他成熟的武器 不妨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游戏故事 留下关注三连 下周同一时间 北深的湖系列讲堂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